大家好 我是丹江大學運輸管理學系張盛雄老師 歡迎大家收看華視與眾不同 根據報載機車入選團體打算在7月9日騎上中校西路來抗議 取消進行機車或者是取消兩段式左轉這樣一個限制 一直是路權團體所關心的一個議題 那麼就我自己長期在交通運輸領域的工作的經驗跟教學的過程裡面 我覺得或許這些早期的規劃者可能認為說 這個機車是一個過度的一個運居 中會隨著汽車進入以後汽車就會取消 也或者是他本身就缺乏機車使用的一個經驗 所以在機車使用的這個規劃設計上面 其實相對來講缺乏一些公平合理的一個提供 那麼在民主社會裡面 用路人對於自己權益受到損傷 所提出來的一些爭取的一個行為 我覺得這個都是值得鼓勵的 只是說我們對於這樣的一種爭取權益的做法 到底會有些什麼樣的思考 或怎麼樣來看待這件事情 首先我們要了解交通規則 其實是一個社會的約定事項 所以並沒有絕對的一個對錯 那有些國家靠右邊走 有些國家靠左邊走 有些國家它定的比較低的速限 有些定的高的速限 甚至是沒有速限 但是雖然沒有對錯 但是還有好壞 好壞判斷的依據就是在它的安全跟效力 所以在這樣的一個思維之下 你可以看到很多的國家 其實它最後的所定出來的交通規則 其實是大同小異 那麼既然是社會的規則 所以我們就不免不能夠忽略到整個社會發展的 所形成的一些社會的發展的歷史跟脈絡 以及用路人在這個長期社會發展過程中 所對於安全跟效率的一個看法 例如以部分機車騎士所正義的兩段式左轉為例 在民國70年起以前 其實並沒有這樣的一個交通管理的措施 而是因為許多民眾自動自發 自主形成的一個交通的行為 交通管理機關發現說 這樣的運行或許可以降低汽機車之間的一個衝突 提高車流的安全 就順勢規劃這樣的一個交通管理措施 甚至將此一個作為視為是一個創舉 而發表在國際的研討會上面 國外許多自行車的一個交通管理 其實也有類似的這種做法 英文就叫做Hook Turn 甚至在一些特殊的情境下面 汽車也會採取兩段式左轉的方式來做一個轉彎 兩段式左轉 時事以來仍然有一些部分的代轉區的設置位置 不能夠符合道路的設計 造成跟執行車的衝突 甚至是代轉區的空間太小 遠遠不符合我們的需要 耗制時間週期太長 造成歧視在烈日之下曝曬過久等等 我想這些都是值得交通管理機關深切檢討的地方 但是兩段式左轉 畢竟也讓機車歧視在任何的條件之下 都可以自由自在左轉的一個權利 也算是有得有失吧 那麼從這個使用者 自己尋求一個安全左轉的一個自發性的行為 到政府形成一個交通的規則宣導實施取締 形成一個社會的一個共識規則 到現在你要把這個規則打破 重新建立這個一個規則 這是一個社會發展的一個歷程 當然隨著主客觀環境的一個改變 社會大眾對於安全跟效率 他們的看法可能也有些改變 事實的調整我覺得也是理所當然 但是這樣子的一個看法 在歷經了三四十年既有規則的一個洗禮之下 其實已經習慣這樣一個習慣的用路人 以及我們逐漸邁入高齡社會裡面 有更多高齡用路人在這個道路的交通環境下面 在使用的時候 那麼取消兩段式左轉 這樣一個作為可能對於高齡者 可能也會有一些困擾 但是有些激進的者認為說 如果你不能夠行使某種的速度 或者說不能夠從走側來左轉 你甚至是不應該上路 那這樣的想法到底是不是正確 似乎也值得我們來思考 當我們在追求自己權利的時候 似乎也應該考慮到其他用路人的一個需求 並努力去調適彼此之間的一個差異 除了這種世代之間的對於交通設施 存費的意見差異之外 其實不同區域的民眾也可能存在不同的看法 例如部分路權團體所扣併的公車 計程車等等對於機車騎士的影響 在很多中小型的城市 其實並不是他們所關心的議題 總之 機車騎士爭取這個交通主管機關 公平合理的對待 我想這個是值得去支持的 但是應該採取什麼樣的做法 我覺得也應該要原理各種的方案 來評估其他安全跟效率方面的一個優缺點 而在評估的過程中 也不能夠忽略我們常看到的 世代之間跟區域之間的一個差異 以上是今天的內容 謝謝收看 再會